我多么想把你拒绝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这是小金给我的 你知道吗 这是我妈她自己写的 你也知道我妈就有这个习惯 她就爱自己乱写 我再怎么回事 我再怎么回事 小金怎么把这个都是给你呢 看来你是知道了 其实小金给我的 你妈给我的都一样 我特别能够理解你妈 这是作为一位母亲的正常之举 你说 谁希望自己的儿子娶了媳妇 媳妇还还了别人的孩子 你说谁能够接受 别说了 别再说下去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我们要一起挺过去这个坎 谁也别放弃 可是如果我真的挺不下去了 我现在只要一听到声音 我就觉得他们在指责我 在议论我 我觉得我干了一件 特别伤天害理的事 我对不起你 别这样想 那一些人他们都不重要了 别管他们说什么 那都是你自己想的 现在最重要的只有我妈 只要我妈能够接受我们 就没事了 等她出院 好不好 等她出院 我们带着萧萧一起跟她说 她会接受的 她一定会接受的 我 我们不要再自己欺人了 也许我们真的走不下去了 我们唯一的选择 可能就是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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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那么想跟我离婚吗 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 我们要一起面对 你就那么想放弃我们的将来吗 我 我不会跟你离婚 你听好 我永远不会跟你离婚 不会 我就给你们最后的文清时刻 留火 我等着你回到我身边 向总 好久不见 大哥 你干吗跟我这么客气 您现在可是成功人士 一鸣惊人已飞冲天 我当然得客气点吧 找我什么事 没什么事大哥 我想说鸦鸦 您要是有什么发财的路子 咱俩可以好好聊聊 我绝对奉陪 鸦鸦就免谈吧 她现在烦着呢 你千万别给她添麻烦你了 我也觉得她烦着呢 你放心 我绝对不可能给她添任何的麻烦 就是那孩子你知 孩子怎么了 我跟你说相会啊 无论是鸦鸦还是孩子 你都少惦记 我没惦记 大哥你放心吧 真的 我绝对不可能惦记 那你想怎么着 我就是想看看那个孩子 我想帮帮她 做梦的吧你 那孩子是鸦鸦和留火的 少打出去 大哥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小辉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小辉 真急死人了 从左太到现在都找不着人 你怎么办呢小辉 还挺难啊 你怎么办啊 小辉 你怎么办啊 您算什么呢 歇务 你怎么办啊 小辉 我来到今天 我来到达了 我们商量了很久 还是没有想到解决的方法 你确定我们跟同建国有关系的 几家公司的合约都终止了吗 都终止了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 我们还得赔一大笔钱 这对公司来说 无疑是学上家说 我知道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嘛 我们没有那么多钱 可这个问题又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解决的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我们能得到银行的帮忙 对 找银行帮忙 Lisa 赶紧帮我约几个关系比较好的银行负责人 可是刘总 我们公司之前跟银行接洽的都是语气解 不如 让我想想 让我想想 喂 雨琪姐 公司遇到大麻烦了 这个刘霍也真是的 什么时候了还跟我交集呢 哎呀 喂 江航长 啊 是这样的 啊 是这样的 刘火写的 不是 是她妈 她妈 她妈 她画 现在 她妈已经知道 孩子不是我跟刘火的了 是何雨琪 还有向辉 一起策划的 向辉 难怪我这几天打她电话也不接 人也找不到 她怎么跟何雨琪混一块了呀 这个坏女人 有她准备好事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对了 相辉有来找过你吗 她有说她想干什么 她是不是要跟我抢孩子啊 丫丫 都这种情况了 你还管她干吗呀 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和刘火 你俩在一起多不容易啊 刘火呢 她现在什么态度啊 她也要离 没有 她没说 那不就得了 只要她不愿意 谁都没办法 可是 可是她妈现在恨死我了 这样情况的话 她肯定不会让我跟刘火继续过下去的 我该怎么办啊 你听我说 你这婚千万不能离 你只要一离婚 向辉肯定过来跟你抢孩子 你说你一管姐有什么呀 你凭什么跟向辉抢呀 向辉她现在要有钱有钱 要有地位有地位的 她要是把你告上法庭呢 你说这法官会把孩子判给谁呀 对对对 你说的对 丫丫 你一定要坚持住 这婚千万不能离 啊 王杰 你把公司的财务报表再给我出一份 记住要借清所有违约金呢 杨诚 把公司可以拿出来抵押的资产金单 再给我拉一份出来 丽莎 帮我约几个银行经理 越多越好 刘总 不打算看一下吗 都什么时候了还看什么 万一与琪姐有什么好消息呢 是你 刘总 现在是公司生死存亡的危难之际 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感情纠葛 现在都应该排除万难通力合作 我真的是每一次想骂你我都找不到理由 所以我是你的左往右臂啊 那都不用去了 解决了 哥 你跟妈说 千万不要让向辉接近孩子 还有 如果向辉要来找你的话 你千万甭搭理她听到没有 我没办法 你怎么这个老婆 我去若爸爸 那我 catalog了 你自己的孩子 来 爸 爸 你知道吗 女儿最近发生好多事情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以前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都是您帮我拿主意的 宝宝现在长得好可爱啊 眼睛又大 又圆 什么时候 我把她带给您看 刘伟她妈妈 对宝宝也很好 对宝宝也很好 我很感动 但是 现在她妈妈知道孩子不是刘虎的了 让我们离婚 我不想离 我舍不得离 爸 我该怎么办呢 爸你知道吗 我知道 那火是迫不得已的 但是 我的心 我的心真的好痛 好痛 爸 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呢